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你收看我們今天 7月15號 禮拜一的財源廣進 臺北股市今天的盤表現不錯 不過前半長有點震蕩 那這樣的震蕩 其實我認為它應該是在 養一些空單 為什麼我們待會來做解說 我們先稍微看一下今天的盤 早盤開小高之後呢震盪壓低 壓低的時候呢跌了54點左右 那現在已經開始呢 又漲了45點起來 那預計啊 今天那盤到這個時間點 已經將近漲了快100點 從低點已經漲了快100點 那整個盤市呢 今天的盤啊 稍微震盪一下 又創這個近期 這個地方的一個近期的高點 還沒有過前高啦 但是我覺得啦 你把那個全值啊 最近除息嘛 把那個全值還原啊 今天台北股市都已經過前高了 那但是呢台北股市未來會怎麼走 這就是重點了 那禮拜三啊是台子期的結算 那如果說來到這個時間點 你還沒有賺到錢呢 你認為這樣的盤啊 這地方啊又在 又漲上來之後又怕追高的 那各位你不用急啊 絕對來得及啦 絕對來得及 但是呢你要 稍微拿出一些動作出來 否則的話你都會賺不到錢 你仔細看哦 7月5號 兩個禮拜之前 我就預計了 下波拉高時間點 在下週後半週 結果台北股市 不是從上個禮拜三開始 他就拉起來了對不對 好當台北股市呢 這個地方啊 開始有機會動的時候 那時候我在7月11號 整個指數呢 還沒有完全發動之前 我就說 預計這波的攻擊盤 會延續到下週 就是本週 起貨結算 好起貨結算 為什麼 整個相關的內容 我全部都寫在LINEH裡面 都很清楚 好那今天我們的測標呢 我們跟大家講的重點是 空單越多 這個盤多頭他就越穩 空單越多 多頭越穩 為什麼 你仔細看 最近這個盤是走到這個時間點 很多人低檔沒買到 很可惜啦 但是呢 我跟你講多頭不會結束啊 為什麼 因為美國股市都還在創新高嘛 而且創歷史新高啊 當道瓊在創新高的時候 你看有沒有爆量 都沒有爆量哦 S&P500衝新高的時候有沒有爆量 還亮縮咧 這代表說什麼 籌碼很穩定 連美國高科基股也在創歷史新高嘛 那你現在在等什麼 等費半嘛 費半禮拜五的時候 補漲漲了將近2% 那也就是說 當你費半呢 這個地方啊 開始走補漲 有機會過前高的話 那這個高點 他就應該不是問題 所以美國股市 他本身在走輪動 那再加上聯準匯的降息是確定的 所以呢 這對整個台北股市而言 有一個很大的利多 就是新台幣匯率會升值 會升值 現在央行主升啊 大概就在31塊附近主升嘛 但是如果說你美國 在持續的做降息的動作 美元再走弱 新台幣匯率啊 在這個時間點啊 我認為啦 再升的機會都很大 都很大 所以呢 整個熱錢流入 整個雅股 甚至於台股的動作 他沒有變 那當然啊 這個時間點該怎麼去做呢 這就是我們跟大家說的重點 你注意看喔 很多人都在看空 到禮拜五的時候 空單又創高 近期新高了 67.8萬張 離前面那個高點 大概70多萬張啊 大概只差3萬張左右 當這個空單 能夠越過前面高點的話 那代表著說 台北股市的空單 是創102年以來的新高 當你空單一直空 可是盤又跌不下去 那這代表著說 他已經在醞釀後面一個 軋空的一個氣勢出來 所以呢 當空單越多 台北股市的多頭的走勢 他會越穩定 所以你要趕快把握這個 軋空的機會 而且這種軋空的機會 在個股的部分呢 他會漲得更兇好不好 所以呢 如果沒有掌握到這波行情了 我建議你 趕快跟著一起來 因為 我們今天這個 一個月的費用服務到年底 一個月代表說 我不增加你的負擔 費用很低 到年底 我要讓你賺得多 但是今天就最後一天了 7月15號 這最後一檔 兼最後一天 你要把握這個機會 那這個 當你把握這個機會的時候 我能夠給你什麼 同樂你來仔細看 近期我就跟各位講 我們的會員 都在收現金 因為近期除息的一個旺季 到目前為止 整個除息率 達成填息率高達8成 接近8成左右 比方說像今天 我們會員又收現金 什麼叫做又收現金 你仔細看 今天7月15號 季家配息3塊 有沒有 好 那各位你仔細看 6月26號 那時候我們就跟大家講 我們幫會新會員 買經濟檔快速攻擊股 那時候的圖形在這裡嘛 對不對 好那這哪一檔 這我們都公佈了 你看 這是季家嘛 當你掌握低檔的時候 季家這一標 標上來漲了15% 漲了15%之後 那時候我們在 49到49.15買 搞得沒有 今天又配息3塊 你買10張 3萬進來了 你買 這樣好了 你買100萬好了 搞得沒有 一張大概4萬多嘛 你買個20張左右 接近100萬 到現在為止呢 你已經收了多少 6萬塊進來 而且現在除完息之後呢 股價還比我們買進的價位 還要來的高 那代表著說 我們除了賺股息之外 我們也賺價差 那這樣的一個模式啊 不是一檔兩檔了 同志們再仔細看啊 當初台聖科 低檔跟你講 結果飆了25% 3532的台聖科 那個時間點 7月10號就除息 除9塊 有沒有 會員收現金 好 我們的會員 有人買很多很多很多 所以呢 有的人在這個地方啊 光是上個禮拜 就收了50萬的現金 所以當你低檔買完 飆上去之後 你賺股息又賺價差 那這個禮拜預計過兩天後 環球金 他也要開始除息 環球金目前已經賺了54塊半 那環球金呢 7月17號除息除25塊 如果說以目前的價位 減掉25塊 都遠比我們 買進的價位還要來的高 所以呢 我們也是賺了股息 又賺了價差 那投資朋友 其實這都是我們 一路布局以來的一個成果啦 那當然如果說 你都沒有一些布局的心態 你都沒有進場的心態 那當然這個賺股息 又賺價差的模式 可能不太適合你 但是我要跟你說 這樣的環沒有結束 你絕對來得及 好不好 因為我幫你掌握新的輪動 那什麼叫做新的輪動 我舉個例子來說 7月11號那時候呢 我們在節目裡面跟你講 二支起漲攻擊股 5G光通訊生物辨識的概念個股 他準備要動 我已經公開了 他是6451的訊心 結果呢 買完之後呢 隔兩天上去了 光是這兩天的時間 你一張就賺了一萬塊 有沒有 是不是又買低點 那如果說 你說老師我資金比較小 沒有關係 上個禮拜三 我說 下一檔低價大標股 目前正在佈局中 我預計啦 最少獲利兩成起跳啦 你看這時間 全都盤中嘛 當時的圖形我秀在這裡啦 你看說老師這個圖形太小 沒關係 來稍微看一下 那個時間點我跟你說 低價新標股 這個地方是最後的買點 最後的買點 你趕快先去買 當你買進去之後 我都沒有你仔細看 今天一顆紅棒起來 有沒有 這個低點也買嘛 結果我們會員 在攻擊前買進 我們又做教成功 所以那好的股票 你低檔先買 後面一起來全部都是你在賺 你都不用去追喔 那這樣的模式才能夠讓你在 這樣的盤式裡面 你之前措施的 你這裡不要追高 你懂我意思吧 所以沒有追高的疑慮啦 所以呢 前面措施的股票 趕快把握住 後面還有 新的股票 最近外資矛起來買 那代表說後面一定有大利多出現 所以當你買進去之後 後面我要讓你做教 而且呢 賺得快又賺得多 好不好 所以呢 掌握不到這些訊息的 一起來啊 我覺得這樣的盤式 如果你每天都在猜 每天都在看 那都對你沒什麼幫助 你看今天的盤式 震盪一下又上去了嘛 他在養一些空灘嘛 當你空灘越多 這個盤跌不下去啊 美國股市都創新高了 創歷史新高 你告訴我台北股 是這裡走共同 怎麼可能 對吧 所以 今天這個最後一檔 最後一天 最後一天喔 你想要在年底之前 好好的賺一筆 來過好年 那我建議你一個月的費用 服務到年底 一個月費用低 到年底 我要讓你賺得多 今天最後一天 今天最後一天 廣告之後 打電話進來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拜拜 我先講 好快 住宅 我們好快 賺個朋友 好快 你看